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流银彩蛋太香引外网玩家极度 2.3冷眉害流银该怎么选 崩坏星穹铁道 2.7飞消队友上线 虚处同学来了 新角色红丝绑腿有点骚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流银主要以命座为主 二命最佳 光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 心神陨落也很不错 流银培养成本低 配对成型快 是黄泉之后的第二个主力队 如果开拓者没有抽取波提哦 还是建议抽个流银 体验击破队的快乐 新角色相关信息 有关流银的信息基本都已确定 卡池很快就会开放 为了继续维持热度 官方也放出了后续新角色剪影 其中 飞消和凌莎的关注度还是很高 可惜的是 目前只有这两位角色的剪影 希望官方能够在2.3版本的末尾 放出新的彩蛋 飞消很有可能走追击队 凌莎推测为击破奶 当然也有可能变成追击奶 具体安排还要看官方 目前的消息相对来说比较少 不过2.7版本好像还会有一个飞消的售后 这样的话 候选人就会有三个了 有关飞消队友的推测 第一个推测为新角色 也就是官方没有提到的角色 目前来看 Ripa Aguia Seika这位角色还没确定 概率较大 第二位候选人为星期日 舅舅表示星期日会入池 属性推测为虚数同鞋 不一定 不过星期日和飞消组队感觉有点怪怪的 第三位候选人为SP亭云 似乎对感觉也不是不可能 虽然官方这边只是提到了亭云 但并没有说会进卡池 再加上内鬼就也只是说2.7会有SP亭云 能否入池也是个谜 所以概率可能并不大 隔壁又上线新角色 隔壁崩坏三上线新角色了满天乐游 鼠影松阙 真不愧都是崩坏系列 新角色质量很高 这个设计直接放在仙舟也毫无违和感 另外 武器真的摔炸了 不知崩帖的角色何时呢 就在前两天官方也是发布了 有关刘盈的一系列角色娱乐活动 其中最令玩家关心的 无非就是刘盈给开拓者打电话的那个活动了 当刘盈第一个问题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如果各位开拓者回答 在想你之类的语音时 刘盈则会害羞的说啊 你怎么老是这样 不得不说官方这一手是把银櫥拿捏死了 不过正因为这样 外网的玩家听说之后 直接炸了 纷纷表示羡慕 各位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去试一试 然后就是 大家最关心也是最纠结的问题 下一个版本的卡池 就快开了软眉和刘盈这两个角色 属于是捆绑关系 但是有些玩家手头的资源 并不够将零的角色全都拿下 那么 在这两个角色中该如何选择呢 在这里 小编个人的建议 是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 若玩家的box中 拥有可以使用的队伍的话 那么软眉的优先级 毕竟是优于刘盈的 相对于刘盈来说 软眉作为 唯一个辅助 泛用型更广 更通用 那么 对于没有成型队伍 或者前几个版本刚入坑的小伙伴来说 刘盈肯定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虽说铁打的辅助流水的C 但是辅助他毕竟是辅助 做不到和主C一样的输出 何况刘盈加同鞋组的搭配 可以说是成本低收益高 至于队伍中的同鞋位置 各位玩家可以用艾斯达来先顶着 后续有新出的更加合适的同鞋角色 再进行抽取和完善队伍